那個我今天想要感謝的也是冠軍跟蘇玉姐還有大家 然後我們想分享的是 因為我在遊戲開始一直踩到銀行日 然後就是就等於說只能領錢什麼事都不能做 所以我覺得就像現實中如果你只是安穩的過日子的話 你永遠無法財務自由 然後手上資金也還蠻累積 然後就是到後期之後有慢慢的買房子 然後但是在市場通勤中一直想要等到更高的價錢才想要賣出 結果到最後遊戲結束就是都沒有 我都沒有賣出 所以就是好機會不是常有 所以不要等到最好就是你自己評估之後再做捲滴 然後還有就是我一開始就是因為想要一直累積手上的資金 所以我就一直抽那個小生意 但是小生意就只能得到少少的現金流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勇於去冒險 這樣子才認像兩位一樣 對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